大家好,我是石超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涛格砍电影当中的《诺亚》 他叫《创世之旅》 那讲的是挪亚方舟和大洪水的故事 我们曾经跟大家介绍过法老与国王 也就是摩西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特别是在西方的历史当中 在西方的社会当中影响非常大 那这样的故事,如果搬到中国人的角度来说 那就有点类似神话的故事 而所谓神话的故事呢 却是讲的人,当时生活的人 与神之间的那种关系 与神之间的那种故事 和当时的人,某些人扮演着神的使者 在完成神要做的事情 在地球上,在现实人中 而这些故事,却能够突破时间 对他的魔力,永远的留下来 可能被人们现实的人称为那是不真实的 那是虚假的,那是迷信 那是一种神话 你叫他什么都成 但他却是在人的人性中 人的心灵中 人的生存的广泛的范围中 永久的流传着 挪亚方舟在我的眼睛里 就拥有这么一份品质 所以具体内容如何 那是具体的编导者的 对这件事情的理解 而他展示出来的价值观 却对今天的人有着无法代替的 一种背景的 对生命重新再认识的价值 要想收看陶哥肯电影当中 对挪亚方舟 对创世之旅的详细的内容呢 那你就在YouTube上 找到陶哥肯电影 你就可以看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在节目当中 我们曾经提到一个说法 有个疑问 在整个国内的体制之下 把人们当成高级动物 进行灌输的无神论的说法 使得很多朋友 失去了对自己 生命尊重的那个概念 看起来很尊重自己 一切都为自己 实际是满足自己欲望 满足自己贪婪 而不是尊重自己 作为人一个灵魂 应该具有的道德 和他基本的生命准则 那一部分被摧毁了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 就像今天 我们在第一期节目当中提到了 今天是赵家人火并 打起来的 军队里面的高级军官 股票里面的背后的赵家人 人民币背后的赵家人 包括香港事件的背后的赵家人 包括维权律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的 这样的罪名的背后的赵家人 跟今天以中纪为主 打击政治拘留 打击政治规矩的今天主政人的赵家人 之间的火并 完全的火并 而火并的概念 大家在两条路上打 回避自己的弱点 打击对方的弱点 出现了今天的场面 可是今天的人又 都会一个一个只注重自己眼前 香港人只说香港那点事 不管别的 所以都顾重眼前自己的利益 缺失了一个大的背景 在我的眼睛里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场面 我说的意思 表面的跟背后实际的 中间可能是南辕北辙 但是在共产党的框架之下 今天你只要打着共产党棋 打一天 那作为普通的人 正常的人 就一定唾弃着跟党有关的一切 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 天灭中共 非常简单的道理 谁都跑不出这圈去 那谁想跑出这圈 那你就必须任人评说 法国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法国著名的费加罗报 习近平铁手钳制中国 费加罗报驻北京的记者写的文章 小标题就是 在深入反腐和警告党内大佬的同时 那习近平在巩固个人的权利 上台三年后 习近平不再戴手套了 是展出了他的铁手 那些曾经希望他对中国进行 现代化改革的自由派 失去了所有的幻想 他对中国的这种遏制 钳制又加强了 反对自由和人权 尽管对香港的这种遏制 尚未那么公开 但是他不能容忍 对他政权的任何的批评 反腐的运动 成为了遏制反对派的工具 2015年的一次讲话中 习近平明确警告那些 可能有野心的红二代 和敢于批评他的前国家领导人 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法律制裁 那现在呢 其实换个词就是政治拒律和政治规矩 那适用了所有的人 但适用所有的人数 他又在利用这个权力本身 对不对 他在利用的权力本身 利用共产党体制的本身 那这个伙候就非常难做 所以我跟大家说过 均改越好 你改不了人心 你只能改了形式 当他人心存有希望的时候 你无可奈何的 金融和这个金融体制 包括股票和外汇 它是一种自动的调节 当他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除非你把他关了 你不关了 他根本不听你的 他根本不听你的 对不对 你扔多少钱都没用 那在香港的这件事情 在我的眼睛里 就是在打击他 挑动香港人自身的想法 保护自己的概念 结果客观上真正打击的是习近平本人 那维权律师这件事情 现在响动很大 但是他的对应的时间 我跟大家讲过 正好对在了李东升被拿下 被判15年 在同一天出现 而这一批被被迫害的 被告一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律师 他们真正当时的行为 在他们被抓捕前的主要的行为 替法轮功学员辩护 王宇 王全璋都是最典型的 在共产党的法庭上 替法轮功学员辩护 他冠以的罪名 颠覆国家政权罪 而李东升被抓 他的第一个职务 是610办公室主任 整个的一切再次回到了这样的焦点 按照罗宇的话 习近平绕不过六四 和法轮功被迫害这个圈 这弯他绕不出去 而他打击的 反复打击的前朝的所有的官员 在迫害法轮功的这件事情上 他们都建立了齐功伟业 为江泽民 进而成为了被打击的对象 这是现实 对吧 这是现实 这是真实的一面 表面上都是借口 那作为打击习近平的人 在借助共产党的体制 在打击他 所以他无话可说 那作为西方的媒体来讲 他的评论来讲 只能看表面 而这表面的一切 就是他怕失控 为什么怕失控 整体的前朝的官员 掌控着上上下下 你打击的腐败的概念 触及到每一个官 那自然就是遏制个人的自由 自然就是打击所有的异己 对不对 因为的前提就是你保住共产党 那在这个大背景的错位之下 这就是我说的 你今天不杀了蛤蟆 你现在不废了中共 不揭示出中共邪恶的本身 明天你就会死在这上 但共产党也会死的 会崩掉的 完全崩掉 在你们各自保护自己的利益过程中 崩掉 保护自己的过程中 顺势 把共产党的邪恶 你承认 这件事情就好办 你不承认 这件事情该办也得办 就把自己也给办了 我的眼睛里 就这么点事 好 大 对香港的问题 我们说过 在我的眼睛里 表面上我们看到那些胡作非为的做法 环球时报的胡作非为的做法 外交部长的胡说八道 对吧 所谓中国公民在线 那包括梁振英一开始说要坚持基本法 后来突然意识到有毛病 他闭口不说话 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出现 而在整个香港本身 整个喧嚣起来 因为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触及自己的利益 可是这件事情的中心 却非常蹊跷的是被民主党的议员 民主党的党魁何俊仁提出了 这非常奇怪 何俊仁说之所以李波被抓 很可能是因为与习近平和他的女人有关 这本书有关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旧的新闻 习近平见梁振英 确保一国两制不走样 习近平说的话 一国两制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我想强调的是中央贯彻一国两制的坚持两点 第一 坚定不移 不会变 不动摇 这是中央 这是他的观点 一国两制 坚定不移 不会变 不动摇 第二 全面准确 确保一国两制 在香港实施不走样 不变形 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不走样 不变形 是指原来 在97年之后 就要不走样 不变形 对不对 那坚定不移 要保证一国两制 按照基本法 那李波被人家越境抓捕 这是最大的走样 最大的变形 这样是一国两制 成为了骗子 不是什么坚定不移 骗子 那为什么在23号 习近平跟梁振英说了这话 到了30号 李波就失踪了 而李波失踪的理由 却跟习近平有关呢 而与习近平有关的原因 是说跟他的女人有关 而在习近平过去两年反腐当中 被打下来的官 都跟女人有关 该抛弃中共不抛弃 哑不吃黄莲 有苦说不出 让他无法面对他 让他解决不了他 让他伸手都伸不了 因为人家下面的官 抓了李波 是保你习近平的 是为了保这本书的 但是表面上是保这本书 不让这本书面世 但是所有的全世界 有人的地方都在讨论 李波因为出了 你跟某些女人的书 所以被抓 你见过什么叫魔鬼吗 不废掉共产党 党的体制会玩死你 在你以反腐的名义想清洁党的说法当中 人家就利用了你的说法去打你 打你不是目的 保自己是关键 就像你反腐 保自己的命是一样 大家同出一辙的 那军队改革呢 在刘元的舍身取义之下 有个眉目 自由亚洲电台 总部机关领导 变身为军委办事机关 新京报12号讲 目前以多部制 取代了总部制 由军委办事机关 代替了总部领导机关 无疑是本轮军改的重头戏和先头戏 重新来了 对不对 重新来什么意思 刚才玩扑克呢 现在改玩麻将 玩法都改了 东西都改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触及到 共产党的体制 因为军队的体制 就是党的体制的延伸 所以出现了这么大的波动 对不对 但他应来 他完全可以应来 但是他应来的结果呢 会有后面很大的后遗症 因为只要有党在 后遗症就在 党没了 这就没了 后遗症就没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